大家好,在前面我们学习了向量以及矩阵的相关的运算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实际编程实现一下向量以及矩阵 首先打开我们的Uli3D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我们先来编写Vector3D 为了让我们的工具不跟Uli3D偶合起来 我们将Uli3D相关的都删掉 然后首先来定义我们的维度 我们先来实现我们的构造函数 我们的构造函数可以接受四个参数 分别设置向量的四个维度 我们默认这个向量是一个点 在实现构造函数之前 我们先来实现一下快速设置的函数 然后我们的构造函数就可以使用快速设置的方法来进行复制 我们的构造函数 我们再来实现一下seal2的方法 让它可以接受一个Vector3D的参数 然后我们来编写我们的构造函数 让它可以接受一个Vector3D 现在我们来编线一个函数 来判断这两个Vector3D是否相等 维度这三个Vector3D的参数 然后我们来编写一个函数 能够求出向量的长度 在求长度之前 我们先来实现一个能够获取平方和的函数 然后我们再来实现我们的求长度 求长度其实就是平方和进行开方 现在我们来实现一下向量的点绳 然后我们来实现一下向量的差距 然后我们来实现一下向量的差距 向量的差距我们返回一个新的向量 然后我们来实现一下向量的差距 然后我们来实现一下在变比较高颜色 我们来实现一下向量的差距 我们来实现一下向量的差距 然后我们来实现一下 向量的加法和向量的减法 向量的加法很简单 其实就是对应的每个分量相加 向量的减法其实跟向量的加法一样 就是对应的每个向量的分量相减 然后我们来实现一下对向量缺反的功能 就是后期它的相反向量 然后我们来实现一下缩放的功能 最后我们来实现一下向量的规范化 为了预防除零的操作 我们先来判断一下它的长度 如果它的长度为零 那么我们的除零就为零 否则我们就等于1.0 除以它的长度 然后让它的分量除以长度的导数 最后为了方便打印 我们来存在一下它的突出运方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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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写错误 在这里我们写错误 改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修改一下我们去盘的函数名称 单词拼错了 然后我们来定义一下轴 轴 轴我们经常会用到 因此我们来定义一下 方便我们以后用到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得到 首先我们定义X轴 X轴其实就是X分量为1 其他分量为0 然后是Y轴 Y轴就是Y的分量为1 现在我们的Veter3D 就已经全部实现完成 然后下面我们来实现一下我们的矩阵类 在这里我们先创建一个 Matrix3D 然后删掉UT3D相关的 这里我们留下System 在之前的学习当中我们就讲到 在3D游戏开发当中 我们用到最多的就是4乘4的矩阵 那么4乘4的矩阵就16个元素 然后我们来实现我们的构造方法 在实现构造函数之前 我们先来实现一个 让构造塔单位化的函数 因为在编程当中我们使用的矩阵 默认都是单位矩阵 那么单位矩阵它的对角线就为1 其他全为0 然后我们在构造函数里面对它进行重置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编写我们的构造函数 让它能够接受一个数据 那么在实现这个构团数之前 我们先来实现一下复制的功能 复制的功能我们就是接受一个数据 复制它每一个元素的值 然后在构造函数里面 然后在构造函数里面我们就可以进行直接复制 同样我们的构造函数 能够接受一个metrics3d 在实现这个构数之前 在实现这个构造函数之前 我们再来实现一下复制的功能 同样我们的复制功能 其实就是复制metrics3d的数据 当编写完构造函数之后 我们来细化一下它的复制功能 首先我们来实现它复制一列的功能 复制一列 首先我们就要知道复制的是第九列 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为了方便以后的操作 我在这里其实复制的是一行 然后我们来实现可以获取一列的方法 然后就是我们的复制一行的方法 我们来实现它复制一下 我们有复制造函数 我们用这些比较整理方法 现在我们来实现乎的地方 所以我们应用这些人 我可以试试一下 我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然后我们对方法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咔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有点ерг酷 我们可以试试一下 然后就是获取一行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来实现矩阵的乘法 根据矩阵乘法的定义 两个矩阵相成的结构对应的元素 其实就是矩阵的行与矩阵的点击 那么我们现在先将矩阵的每一个元素取出来 然后我们的结构元素的值 就等于对应矩阵行和列的点击 然后我们来确定一下矩阵是否可定 确定矩阵是否可定 有一个公式 这里我就不再为大家细说 这公式有点复杂 其实就是通过矩阵里面对应元素的值 进行相关的计算就可以确定出来 然后我们来实现我们的decompose方法 通过这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获取到矩阵的位移 矩阵的角度 矩阵的缩放 首先我们来获取矩阵的位移 矩阵的位移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最后一行的前三个元素 然后就是矩阵的缩放 矩阵的缩放 其实就是每一行前三个元素的长度 矩阵的缩放 矩阵的缩放 然后我们通过矩阵可立的值来确定 这一轴上面的缩放值 最后我们的缩放值就等于 对应的我们就算出来的缩放值 然后我们将它的轴进行规范化 然后我们将它的轴进行规范化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每一个轴来计算出它的角度 然后我们将它开始做梢阵的缩放值 计算它的角度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之前的三角函数 就可以计算出来它对应的角度 然后我们来实现对矩阵取力的操作 现在我们来实现如何通过给定的轴以及角度 得到一个矩阵 首先我们需要将角度转化为弧动 然后根据矩阵的旋转的公式 计算出相应的值 然后我们来实现对矩阵 谢谢观看